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徐坤 哈喽 其实有一次我们有去拜访到 麦可杰克森他生前最后一张 大碟无敌的制作人 Rony Jackens 我们去跟他讨论音乐的时候 觉得很好玩 他有去带我们看 当地的他们那一块别墅 有很多艺人的房子 然后有带我们去看他小孩的幼儿园 然后他还偷偷地给我看了麦可杰克森录音的视频 其实都是从来没有出来过 没有发出来过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影响 那我觉得那次跟他在音乐上的探讨 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也感受到其实外国友人 他对于我们国内的音乐的看好 然后也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好的意见 然后我又给他听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I Wanna Get Love 然后他有跟我提到 这首歌曲的词曲的创作不错 然后就也聊到一些混音的细节啊什么的 就觉得很热心很好玩 其实像Pold Up这首歌 几乎我自己剪完了 然后我在拍摄一些广告啊 一些创意的时候 自己是一定会去看电视器的 一定会要把关每一个镜头 如果有不满意的话一定会重来 哪怕已经很晚了 我就是比较操心的那种 对 我觉得不能说受到影响 应该说是会去考虑到一些大家的喜好 当然你同时也要融入自己的喜好 那最后像 其实我也有写给我的粉丝 像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这样的歌曲 他们就会很喜欢 在现场他们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唱 那当然我也会写到像It's You 这种非常我个人风格 可能我要非常安静的 在台上一个人把它唱完的这种歌 说实话我不能逛街 就是我也没时间逛街 但是我有看 我有看微博 有在像滑冰场啊 商场里面啊 还有 有 有国外 因为葳葳葳在国外 还是有蛮多人在听嘛 然后 国外的一些活动上 有听到葳葳葳啊 It's You 这些歌 我就觉得 其实还挺神奇的 因为 毕竟是自己的原创啊 毕竟自己的孩子 能够 在公共场合被大家听到 我觉得是非常让我开心的事情 就好像听说有 奶茶店经常放啊 然后 然后有很多艾坤去买奶茶 我觉得就还挺可爱的 挺好玩 其实我在写有些歌的时候 我都会有想象到 哦 如果这首歌在 嗯 大街上放的话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 就是 自己也会想到这样 其实只只能说就是 呃 工作排的满满的嘛 然后 变化 其实就 就心态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 我觉得 最大的变化 应该就作息吧 应该是可能 有时候 休息的时间 会比较乱一点 这样子 那怎么去调整呢 嗯 喝点鸡汤吧 就是 一定要保养一下身体 然后 真的鸡汤 还是宿鸡汤啊 都喝一点 都喝一点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 呃 没有想到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嘛 那 当然 在一开始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习惯 那 但我觉得其实因为自己也有一段 很长时间的准备 所以也会 在调节自己的心态上面 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 慢慢的适应这样 那 就好像你 可能一直在练习室是一个人自己练习 然后 突然间有了 身后有了千军万马 那当然会 觉得 哇 这种力量突然间涌上来 会让你很感动 对 这张专辑也是 不管是从听 还是从视觉上 都会让大家看到 哦原来 国内可以有这样的男子组合 原来他们是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舞台风格的 我觉得这一点会让大家明确的感觉到 可能大家在听第一句的时候 我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当然 当然 当然可以考虑 当然可以考虑 如果有合适的话 一定会考虑 更倾向哪一种 旅游运动吧 可能 对 谢谢